我覺得一定要勤力加持、堅持及以身作則 如果在我自己來說,一年365天我都會上班 如果要抗通脹,一定要買物業、置業 才可以抗到通脹 所以我們沒有水晶頭預測,事好不好 但我們可以肯定,只要你有能力、有首期 你負擔得起,買房子其實是頗穩健的 總之你個人財務穩健 其實買房子在長遠的角度都是升職的 我覺得我自己是未有成就的 距離成就更遠 遠到怎樣呢? 好像我們祖國萬里長城一樣 有這麼多級樓梯 我們只是走第一級、第二級 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建房子和現在賣房子是不同的 基本上,如果現在賣房子 以前懂得起房子是會有一些幫助的 因為你知道生產過程 起房子過程、建築過程 每一樣細節 對於賣房子的時候 會有一定的把握和優勢 至於你說 現在我們做地產中介 價值在哪裏? 或者現在最大的成就在哪裏? 首先我覺得我自己是未有成就的 距離成就更遠 遠到怎樣呢? 好像我們祖國萬里長城一樣 有這麼多級樓梯 我們只是走第一級、第二級 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至於你說價值呢?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這一行 都比較 服務水平要比較高才行 以及自我控制能力要做得多好才行 因為我們做中介 有時牽涉到銀馬很大 誠信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不偏不矣 要拿得很正 這樣才能堅持到自己的行業 一般來說 我們做中介 基本上都是要一個網絡的連半成 我們其實有一個三年的短期目標 以及有一個中長線的五年目標 因為基於現在我們的規模 大概是在香港來說 大概有十間分行 其實算是一間中型的行業 我們希望專注自己的行業 在三年裏面 大概會有一倍的增長 如果在五年的中長線目標 我們希望未來的發展 我們會朝著一些新的方向 我們公司的特色 就是我們四個字 尊重人才 我們怎樣去尊重人才呢 基本上我經常都同事同事說 我們是認真工作 享受生活 那麼 希望同事在公司的工作時間裏面 就盡心盡力去希望幫客人促成一些交易 而在享樂主義裏面 其實基本上我們公司都是奉享樂主義的 總而言之我們有收獲 有收成 公司是會同事和同事共同分享公司的成果 我們公司有一件事是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們信任我們公司的同事 因為我們公司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年長的 成熟型的銷售 自律性比較高 那麼如果你一間公司 你是要用眼球去打卡 那麼不信任同事的 我覺得 又很難去令到同事信任回公司 那麼尤其是我們這一行 時間這麼長 不能夠說 每一 每時每一刻都開得這麼緊 因為我們主要服務的客戶比較廣 希望始終我們做服務性行業 要貼身每一步 其實我們的客人不只來自國內 或者剛剛在外地 英國、美國、韓國、日本 都很多租客來香港租樓 那麼起碼令到客人不用那麼風塵薄薄 以及在過程中舒服一點 我們團隊的管理理念 就是 剛才我們都說過 我們是以信任行線 所以 很多時候我們跟主管層 管理層開會 基本上就是 希望每一次開會 都叫大家提出一些比較創新 有創意的方法 如何提升服務的水平 至於你說管理的心得 我覺得 一定要勤力加持 堅持和以身作則 如果在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一年365日 我都是上班的 因為上班已經是我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通常我自己做到 我是最早一個上班的 而最遲一個下班的 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是要以身作則的 因為為何做地產呢 就不同做一般的文職 可能你翻寫字樓 是不是 可能每個月 出的工資 是一個很固定的 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 做手365做36 但地產不是的 只要你勤力 你多勞其實是可以多得的 那麼發揮的機會會比較大些 那麼也都可能 你賺的錢 會可以給你自己真的 有一個滿足感 還有可以說一件事就是 做地產沒有一個年齡限制 因為可能你做某一個行業 到某一個年齡 可能你會被市場淘汰 但是做地產 只要你有一個自己的實力 還有自己的經驗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現在網絡發展這麼快 你怎麼看我們網絡發展的現狀 其實網絡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你如果看到在2005年 2006年的時候 當時的Facebook 或者iPhone4 蘋果手機 都還沒有大行其道 只是這兩三年 大家有了智能手機 生活基本上方便很多 無論你衣食住行 或者去哪裡都會用智能手機 這個網絡發展是很重要的 因為未來傳統的報紙 廣告都會慢慢的釋味 現在你說在媒體方面 網絡的發展 對於找房子 其實都會越來越多人去找 等於你們公司 越來越多人會瀏覽 因為資訊的發展這麼快 你只要安坐家中或者寫字樓 你上一上網 你就可以一眼看天下事 所以這件事發展得很快 我們公司也很重視這件事 至於你說2011年 其實發展戰略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做地鋪 都是離不開 是開多些地鋪 不過其實如果你看回 現今香港的市道 基本上好像在高位有賠套 即未來美國 遲些美國可能會有 的意識可能會有少少的調整 加上現在日本的核事故 香港的房地產 其實現在來說 都是牛皮偏遠的 至於你說 今年的展望是怎樣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在2011年 香港的樓市的樓價 其實都是平穩的 也不會大升大跌 但是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的 就是成交量一定會萎縮 以及少了 因為在去年的成交量 有大概16萬宗 今年出了 有個附加印花稅的影響下 應該今年可能 那個成交量 未必可以突破到 10萬宗鬆些 應該跟去年16萬宗 是會有大概三四成的減少 如果在2011年 買樓的建議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可以負擔得到 如果你買樓 你是不需要問 家人借貸的 只是問銀行借貸的 你起碼可以拿到 百分之三十 或者百分之四十 出來買樓 以及你自己的工資 是夠供樓的 最重要是你有一個 實質的需要 可能你結婚 或者你自立出來住 你有份穩定的職業 其實你就可以買 如果你要抗通脹 你一定要買物業 置業 你才可以抗到通脹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 水晶球 預測的事好不好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 只要你有能力 有首期 你可以負擔得起 你買樓 其實也是挺穩健的 總之 你自己的個人財務穩健 其實買樓 在長遠的角度 都是升值的